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向柳 还是防风市 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我都清清楚楚 唯独这个闻小柳 似敌似有 他既帮向柳给我下了鼓 又救了我两回 徒弟实在是猜不透 他究竟想要什么 擅长用毒 又会操纵蛊虫 是 你跑一趟清水镇 把闻小柳带来 我要见他 师父 他究竟是什么人 他 也许是故人之责 师父放心 徒儿定将他带回五神山 师兄 师父怎么会对清水镇的一个小医师感兴趣 这小医师来历不明 是个年轻的神族男子 身在民间 却视汤谷水和冰晶为寻成之物 还擅长使毒驱捕 实非承认 师弟 你可知道 武王之乱 听过一耳 叛乱的武王皆被诛杀 但我传闻 忠荣王子善恶一子遗落大荒 不知所踪 恰巧 忠荣也为士妾擅长使毒 莫非 这小医师是 罪亡之子 这就说得通了 他救我 接近我 不碍是向贤徒报 以为他用 必是如此 我这就出发 去把这个文小六给带回来 我在武神山的时候 跟我师父讲了一些你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就对你生了兴趣 想要见你 特意派我 前来请你 我不去 帝王之兆 应该由不得你拒绝 文小六 不要让我为难 我不想对你动促 行 玄哥 那我跟你去昊灵 不过我需要半天时间去 半天太久 再怎么说 我也是救了你两命啊 堂堂的西颜王孙 就这么对待自己的恩人啊 阿念是昊灵王姬 你三番五次开资于他 你应该知道他很想杀了你 是我在背后保你 此次去昊灵 你就是落入了阿念的掌心 随他处置 难道你不希望 我再次保你吗 给你两个时辰收拾东西 和亲朋好友告别 天黑前我们出发 你要是再敢耍心眼 只有这样 你才能好好活着吧 只有这样 文小六滚出来 再投我打断你的狗腿 快走 走 涂山市的迷障 破阵 是 温小六逃掉了 温小六逃掉了 温小六在哪儿 涂山二少主 涂山二少主 你这么做不怕牵累整个涂山市吗 我是叶十七 叶十七 如果你是叶十七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 我是小六 和你在一起的人是叶十七 我杀个叶十七 并不是什么要求你的事情 苍璇哥哥 你果然厉害 难怪外祖父会喜欢你 我 你